天下第一站泰山收费站的周牌 被吊车缓缓吊起 这见证历史的一刻 不少已经失业的收费员 还特地回来想要亲眼目睹 忍不住感慨红了眼眶 这股浓浓不舍之情 要从2013年12月29号的晚上11点59分 倒数计时说起 坚守工作岗位到最后一分钟 他是云林斗南收费站站长 服务时间长达36年 全台醉酒 一般的人生都陪伴驾驶人在国道度过 不会扎唇的 对零收费开始 各位辛苦了 时间到打拼一辈子的收费站 走入历史 驾驶人却转换不过来 经过时依然开窗脚前 伸出的手却再也没人接 不收了 就算知道这一天会来 还是不能习惯 岗山收费站的苏小姐 离别在眼前 却输不出口 不敢说 我怎么 可能会伤心吧 感伤都化成泪水盈眶 国道收费员和收费站都走入历史 但是他们留给驾驶人的微笑 和亲切招呼 却不会被忘记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水盐